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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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尔日报晚间7点一度抢先报道 宣称已在成军管大学后门的卧龙公园附近找到朴元淳的遗体 但警方未语证实 大半天来580名警消陆续出动 至南韩时间5月0时31分 韩联社引述警方消息称发现朴元淳已经身亡 至于他失联原因 警方和首尔是否稍早声称 他可能因为近日不动产政策争议 觉得压力很大 另有南韩媒体报道称 他可能遭市府女员工指控性骚扰 但市府否认称无根据 9日下午朴元淳的女儿报警时指出 朴元淳大约四五个小时前 在家中留下类似遗言的东西之后离家 手机关机一直联络不上 手机最后通话记录是在首尔城北洞附近 警方已派出两个中队的人力 还有无人机与警犬到附近搜寻 首尔市政府表示 市长早上称病假没有上班 目前也联络不上他 首尔市府9日上午10点40分许发出公告 表示市长因不得已原因取消今天所有行程 他原定下午4点40分在市长市 接待总统直属国家均衡发展委员会委员金思月 讨论首尔与各地方共生等区域均衡发展议题 警方跟市府表示 市长早上10点44分穿着 深色毛衣黑裤背着黑色包包离开官邸 表言纯可能是因为最近的不动产政策等业务感到压力 才关上手机冷静一下 但因表言纯失联前留下类似遗言的话语 无法排除寻短的可能性 表言纯失联消息传出后 媒体及社群网站也陆续传出各种小道消息 包括声称市府相关人士指表言纯是因为被市府秘书时 女员工告发metoo事件 才请假闹失联 但市府稍早回应称 这些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 根据南韩SBS新闻报导 首尔地方警察庭表示 昨晚8日收到针对表言纯的控告 告发者为从2017年起担任表言纯秘书的A某 A某表示担任表言纯秘书后持续遭表言纯性骚扰 除肢体接触外 表言纯曾多次透过手机讯息传自己的照片给A某 根据A某陈述 表言纯多次以Telegram通讯软体联络A某 A某也向警方提供对话内容作为证据 A某也说除他之外还有很多受害者 南韩警方仍在调查告发者陈述是否属实 预计再传唤相关证人 表言纯势必为传唤对象之一 不过目前尚未确定表言纯是否已得知自己遭到控告 也不知道此事与他失联是否有关 媒体尝试从表言纯的社群网站发文寻找蛛丝马迹 不过表言纯脸书账号都是关于市政及社会议题的贴文 并没有关于个人想法的文章 最新一则贴文在昨天上午发出 为韩版新政的相关内容 表言纯的Instagram账号最新一则动态则是在三天前上传 是关于野猫受虐事件的贴文 今年64岁的表言纯两度连任首尔市长 人权律师出身的他2011年首度挑战首尔市长选举 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击败有执政党奥元的候选人罗清源 让各界跌破眼镜 他2014年2018年再度胜选 目前进入第三个任期也是最后一任 外界看好他可能出马决逐2022年总统大选 近期朴原纯几乎天天有公开活动 昨天出席记者会介绍首尔的环保政策 看来毫无异状 走 NASA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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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